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长寿的连体婴儿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双胞胎 连体婴唐尼盖利昂和罗尼盖利昂 他们今年已经67岁 一般而言连体双胞胎存活几率很小 而且一生下来很多就是死胎 这两兄弟不仅存活了向来 还生活里有滋有味 可以说是非常幸福了 他们的主治医生说 唐尼和罗尼是医学上的奇迹 兄弟俩的连体部位是在腰部 他们拥有各自的四肢心脏和胃 但是共同用着一套消化系统和生殖器 兄弟二人出生后 医生曾试图通过手术将他们分开 但因为无法保证他们能够同时存活 他们的父母最后决定保持现状 兄弟二人也是非常赞同父母的决定 二人此前一直已在马戏团中表演魔术为生 并受到了像摇滚明星一样的欢迎 退休后兄弟俩搬去俄亥俄州的比佛克里居住 虽然有些人会嘲笑他们 到那时他们仍然照常生活大人友善 在成年后他们共同迎娶了一位美丽的妻子 并生下了一个十分健康的孩子 现在一家人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了一起 两兄弟也对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